現在是WOHA的新加坡建築棺 他們的建築大部分都是綠化跟通風 然後還有著重於社交 然後等一下上去就有看到我們一些設計的建築 然後就榨乾淨那樣子 對 然後就是他們的兩位設計師 他在跟他們的設計 然後WOHA 請問WOHA是什麼意思 WOHA就是他們兩個的名字 就是黃文跟黃馬 然後跟哈薩爾塔 所以是WOHA OK 是兩個人的名字的縮寫 對 然後前面程序去寫這個之前第一階段 在前面 對 我看到第一是跟以前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第二階段就只有改第四 第五跟第八這兩個 所以是第五跟第八是改的 對 然後其他我們就是有 留下來的藝術作品就只有就剩三個 就是漁悅跟畫露 然後還有八方 一也是啊 一也在嘛 對 一是連續三個階段都一直是在 對 二也在嗎 嗯 二也在 不過因為 他要時間 沒有 因為一些原因是他現在不開放了 就是已經算是結束 好 之前有開啦 然後後來因為那個 有人檢舉 檢舉 檢舉什麼 也不是檢舉 就是消防隊過來 哦 跟消防隊什麼關係 沒有 因為他可能這樣活在 哦 哈哈 這樣 對 好 那你們不能跟他解釋一下就可以嗎 嗯 就是附近住戶有意見就不能 哦 然後 這邊上面這些圖 都是他們的設計圖 因為他們做設計 有時候在桌子上寫一些就是設計稿 然後他們就把它弄下來 然後這樣子放在上面 這是哪裡的 是別的地方的設計是嗎 對 就是不同他們的案子啊 然後不同國家的東西 那這上面一共有幾個案子放在這裡 嗯 不清楚 因為他們沒有說 他們就是把它設計圖全部弄出來 然後上面 像上面就有一些他們已經設計 有一些已經改出來 有些是只有淨土的那個設計 那個建築 那聽你說一下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也是他們就是 他們想要做成這個樣子 是一個綠建築 就是爬滿了建築物上面 這是在什麼地方呢 這是做好的還是一個設計圖而已 沒有 只是一個圖片 哦 所以還沒有做好 因為現在很難做成這樣子 對 現在 對 現在 然後那邊是他們 然後那邊是他們 那邊是他們的介紹 那邊是他們的介紹 他們的 他們的 我卡著他們公司的介紹 還有理念之類的 這是在哪裡的 你知道嗎 這裡是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一個綠建築 對 然後他們說他們的那個 房屋的特色他們想要做的就是 因為他們那邊很熱 然後他們就會多做一個屋簷出來 然後人就可以在下面乘涼 然後又有社交活動 因為可能擺個椅子 大家都在那裡聊天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屋子就很多都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有屋簷出來這樣 可是還是有這種啊 有啊 現在也有高樓大廈 因為不可能都是這種排建築啊 對不對 這個是樹屋嗎 沒有 他們就是一個就是 像森林一樣 他們想把都市弄成像森林一樣 然後會呼吸的建築物 OK 好 謝謝 這是在哪裡啊 這是有點像印度耶 這個是新加坡 因為他們是可以在外面上課的 他們上課是在外面 對 他們就鑽在那裡然後開始停課這樣 哦 新加坡是這樣的 就他們 因為他們就不喜歡待在教室裡面上課 嗯哼 了解 所以他們的大樹很重要 他們的大樹很重要 對 因為他們都躲在樹下上課的 哦 他們因為比較熱 然後所以他們就會找一些乘涼的地方 然後所以他們的大樹就是他們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那我們台灣的大樹都被政府砍了怎麼辦 啊 哈哈 對啊 所以他們就想說把那種綠建築的概念就帶進台灣 嗯 但是如果樹留不下來 像他們新加坡有個法律就是只要樹林超過 就是樹的年紀超過一定的年齡就不能砍它 不能動它也不能牽引它 真的 對 他們就只能待在那個地方 如果你要蓋建築物 你必須圍繞這棵大樹蓋出來 然後不能影響到它的生長 是 你聽建築師說的 對 他們那個沃哈的那個新加坡的人員所的 哦 好 那這邊可不可以 這邊可不可以講一下 這就是設計圖課 哦 這就是設計圖 他們沒有特別講 它這只是讓民眾觀看他們的設計圖而已 哦 其實有些建築物其實在上面 有一些設計圖在上面的這裡 哦 這樣 OK 說話 說話 cs 谢谢大家